这个故障应该是很好秀 插座有电 所有的灯都没电 第二个电闸应该是灯的电闸 把配电箱盖打开 看一下 配电箱打开了 第二个是灯的电闸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这往后都是插座的电闸 用电笔测一下 是不是电闸坏了呢 直接测灵活线有没有电 显示火线220 零线不带电 这个火线带220的电 零线 零线也带220的电 这就是零线断了呀 没有零线 看上边浸线也是 浸线零火线都带电 那是零线断了 落着了 嗯 零线压得很紧 没需紧 压得很紧 但是你要把那个扎合上以后 你就插了菜纹 两只线都叠电了 嗯 对 这个零线是6跟4平方的单鼓线压在了一起 基本上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了 虚接 就是灯线的零线虚接了 没压好 这么多线压在一起 很容易出现虚接的现象 这样的过程原因找到了 零线虚接 我如果把这6根线全部再重新压回去的话 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以后有可能是插座的线路虚接 虚接 虚接就是接触不良 那我得把这个零线重新给它接一下 零线有续接的 看一下这个火线 火线是焊锡焊在一起的 这个没松 只需要把零线处理一下就行 像这种大家有没有好的处理办法 我是把这6根线 3根并在一起 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接头 我觉得线头拧紧弄压紧弄 一般不会续接发热 出来没有带焊锡 也没法给它挂焊锡 这样没问题 我相信我自己接的 包上胶带 像这种我见过几个线头挂焊锡的 也见过压线鼻子的 但是线鼻子压不好的话也会续接 就是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呢 把线压紧以后送上电也来测一下 零线 好 不带电 火线 耳边耳 正常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避免这种故障 就是电闸与电闸之间在并上一路线 零线与零线并 火线与火线并 就是并上线更保险 就是即使下面有一股线是虚接的 也不影响使用 大家还有没有好的界线工艺或者技巧 请大家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 去修一个设备电路来回100多公里 跑了近一个小时 还有五分钟到达现场 到达现场看到了这台设备 这是正在修 看一下这些工具 看一下什么故障吧 客户的意思是新三角启动电路 启动电机启动不了 这是两套电机 这是磨什么呢 这是磨木头的 看一下设备的那一面 这两个电机 它是带刹车盘的 有点像那门汽车的那个刹车 它是气动的 而气动是靠这个电磁阀 它没事怀疑电磁阀不好 气里面有水 然后冻住了 所以导致的 导致刹车盘松不开 不松开 电机就拉不动 就过载 故障现象就是这个刹车没松开 所以怀疑电磁阀 是电磁阀的原因吗 按我分析如果电机转不动 它这个缺项相续保护器也会跳 就是断开控制电路 所以现在自开控制线路 主电路没敢送电 没敢让电机转 听他们一说故障现象 我是这么分析的 先看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 叫它启动一下 熄合了 控制电路正常 新脚启动转换正常 就是这三个电源开关一送上 电机就可以新脚启动转起来 然后就启动不了断开 所以还得看后边这个电磁阀 电磁阀 这要是通电的状态 它是有输出 然后这个刹车就会松开 这是正常的 电机要转必须松开刹车 哎 线圈没有电了 电磁阀不通电了 这样这个刹车就会暴使 得捋一下它这个电路 有问题 它在启动设备的时候 这个接触器先熄合 然后电磁阀才有电 而塔现在是断开的 所以电磁阀没有电 现在是旁边这个接触器熄合了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得捋一下那个电磁阀 电路 先看这个电磁阀 可以手动 就是不通电 可以按这个钮 让它通气 可以吗 这个也能这样动吗 嗯 一刀就好了 这就靠着 嗯 所以说这个电磁阀是好的 还是电源没有过来 来捋一下 看这个线往哪走了 再这头拽一下 它这没有线路图 也没有线号 那头一拽线 在这头能看到 这根线动了 这一根就是刚才电磁阀的电源线 捋到这一头 是这一根线 这个红线是它的火线 电磁阀通的是220的电 这是电磁阀的零线 光找火线就行 顺着这个火线铝 看看是不是接到刚才那个接触器下边 是 就是 电磁阀的控制线在这 当然它吸合才好使 它不吸合是没有电的 它为啥不吸合呢 这要看它的线圈 线圈通电的吸合 上面是零线段 这是和别的接触器 都是并在一起的零线 接触器线圈 下面 还有个接线段 就是火线段在这 这个线圈火线接了两根线 按照那个启动自锁原理 其中一根线应该接的按钮开关 另一个就是它自身的自锁 自锁它是接长开端子 那就是上面这一根 持续地给它供电这根线 又经过了旁边这个接触器 我瞬间明白了 这根线又经过了旁边接触器的长臂触点 那它得受这个接触器控制 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触点是通的 长臂触点现在是通的 接触器一吸合它就断开了 还得捋这根线往上走 你看这两个接触器都是它的长臂 又串了它的长臂 你看串这个触点也是通的 这都是正常的 它一吸合就断开了 刚才它吸合了 所以说这一个电池法就没电 这都是正常的 它为什么会吸合呢 这是一个塔的自所 塔吸合是它给信号 岩 30 31 31 31一个 31了 好 这一个 它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在这边 对 行不行 这是个什么建 电视盘的电视盘是电视盘的 不是不是电视盘的 这是这个的 哦 点圆的 你是不是这个因为没有皮带 这个一切就这样 这两个指定有一个有问题 它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吗 这这个开滚 这又该夹个上的 不是不是这么的 我该是在那边干什么 它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是这样的 这样就对了 我看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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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这样才对了是吧 嗯 好开吧 开吧开吧 这样也好了 这样就好了 都正常了 我也没想到是一个线位开关的问题 这样我的检修也就完成了 它这个形成开关是防止这个纱布出轨 往外跑 如果这个纱布跑偏了 出轨了 电池发就会断电 在正常开机的情况下 电池发通电 刹车就放开了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